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变动 它那个天道也有变动的一面 你比如说种庄稼 你要当过农民你就知道了 春天有春天的规律 秋天有秋天的规律 总的规律不变 但那具体的阶段不同的时段 它还是有变化的吧 周流六须 这六须啊 在这里讲的是六个摇位 阴摇阳摇它不同的组合 上下是无常的 不是固定的 每一挂它有独特的那种组织结构 刚柔相翼 阳摇阴摇相变翼呢 不可谓点药 这个就是说它阴阳阳摇的位置 不是固定的 一定要注意这个点药 在这指的是这个意思 微变所示 用天地规律它有变化的一面 有不变的一面 在这指的是变 至少现象在变化 周一的摇词 摇位 阴阳摇的位置 也不是固定不变 不可谓点药 它也是要变的 用这个变来体现自然界的变 周一的意义有两个意思吧 核心的哲学意义至少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变 一个是不变吧 这就是侧重讲变 用六摇的阴阳的变化 一定要性质和位置变化 来体现天地规律的变化 您怎么说一会变一会不变 规律有变的一变 你说整个村众秋收 都是大规律不变吧 但是村众秋收 种和收是不是变 从不同角度来看 其出入以夺外内 始之巨 又名于忧患与故 如有失保如临父母 它这个出入讲的就是变化 反复 夺呢就是揣夺 外内 外在 内在 外挂 内挂 这都是外内 始之巨 揣夺外内的现在的条件 现在的一些因素的变化 目的是让你人内心有敬畏心 要恐惧 要小心 不能忘自尊大 不能够简单的膨胀 又名于忧患与故 要注意这故 又能够明察 忧患的发生 忧患的内容 和忧患发生的缘故 因果关系 说你忧患好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才能排除忧患 忧患是怎么产生的 要经常思考这样的问题 不能因为忧患 就使自己抑郁 光发愁不行 忧患的目的是排除 忧患 解决问题 无有师保 师保呢 就相当于师父吧 你面临着周一 没有师父什么给你指点 但是你要读懂他 按照他操作 又向着临近的父母 听着父母对你的叮嘱 叮咛 嘱咐 告诫 就是说没有人 谁在你身边 但是他又像父母一样 引导你 向善 按规则办事 按规律办事 初帅其词 而魁其方 既有典长 狗非其人 道不虚行 这个初指着开始 帅呢是遵循 遵循 遵循的挂谣词 再发展 再进步呢 就是 魁夺 它的毅理 这方呢指毅理 这样才会有 典长 这典长指规律 和上面什么矛盾 上面说不可为典要 这里才既有典长 你要知道它不同语境 当人各所指 那不可点要指 现象指变化 侧重讲变化 六遥嘛 这就是讲规律 你通的挂谣词 理解挂谣词 在感悟挂谣词 所抱上的一理 通过一理来提 它形成规律 规律是不是有不变的一个方面 狗非其人 道不虚行 就是这规律 它不是一种虚的义理 它和人是紧密相连的 如果不是人 按照义理去操作 道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这是周易呢 和人的事紧密相连 好 这节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